什么膨胀色 搜索色 腮红画错位置 全白的 今天就来教大家两款新机腮红的画法 第一种是易碎风的腮红画法 这种画法可以营造出无辜小白花 我见幽灵感 今天就用这块腮红跟大家演示一下 它这个里面是这种泥状的质地 这个颜色也是今年特别流行的 烟粉色的水泥掉腮红 我们画的时候是要从我们的眉尾到 颧骨最高点的内侧这块区域开始画 但是我们的眼球这样子分割开来 这一块区域是不要去动它的 腮红膏的话是需要在手上 先这样给它晕染开来 再用美妆带去上 整一个感觉会更均匀 千万千万不能画到太阳瘦 这样的非常的像关公打面 鼻头也得稍微的来一点 整个效果就会显得非常的简灵 压爪是日杂子腮红画法 首先只要先确定我们腮红的位置 把我们的脸侧过来 像我们面周凹陷的这块区域 就是我们腮红的中心点 千万不能超过我们的眉尾和我们的鼻头 就在这一个区域 日杂感的腮红呢 就来选一个豆沙刺 就会让这个位置呢 浅浅的过度 这样画出来的腮红呢 会显得我们的苹果肌非常的饱满 微微带一点点光子 而且非常的有日杂感 好了是不是很简单 快去试试吧 拜拜 拜拜